这只恐龙看到天上仿佛有一群鲨鱼在快速游动 正当他好奇天上为什么会有鲨鱼的时候 突然 一群翼龙向他袭来 虽然现在的阿洛已经非常勇敢 但双拳男敌四手 更何况是五只成年翼龙 不幸的是点点被翼龙抓走 阿洛试图抓住点点 可是他失败了 他眼睁睁地看着点点被翼龙抓走 而下一秒 阿洛也被翼龙推下悬崖 就在他被藤蔓缠绕时 他仿佛看到了父亲 父亲把他从藤蔓里救了出来 当他试图向父亲求助拯救点点的时候 父亲却毫不作声地向前走去 他明白了这不是真的 即使父亲是因为点点而失去生命 当阿洛再次醒来 他仿佛有无尽的力量 他不再害怕闪电 他学着点点的好 听到呼应后的他迅速向点点跑去 他看到几只翼龙在抓树桩里的点点 气氛的阿洛朝着翼龙撞去 瞬间解决了两个 当他尝试再次撞向翼龙的时候 却被两只翼龙抓起 他用尽全身力气摇摆甩断一棵大树 两只翼龙瞬间被大树拍入河中 最后一只翼龙的翅膀被点点咬出一个破洞 当他想逃跑时 阿洛向他丢去一个树枝 将它砸入水中 就在这时 大地轰鸣 出现了山体滑坡 阿洛赶紧呼唤着点点 想让他赶紧逃跑 河水太大 根本来不及 阿洛纵身一跃 挡在了点点的前面 替他挡下砸来的洪水 巨大的洪水将他冲向悬崖 阿洛拼命向点点游去 无论再大的洪水 也阻挡不了他前进的脚步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他抱着点点跳下了万米悬崖 幸运的是他会游泳 阿洛把点点救了上来 以前是点点救阿洛 现在是阿洛救点点 再点点地陪伴下 阿洛已经成长为内心强大的恐龙 当他们准备回家的时候 点点的家人呼唤着他 点点通过气味 认出了这是他年迈的父亲母亲 还有他的兄弟姐妹 此时的阿洛终于放下了自私 他不再一心想占有点点 而是想让点点回到家 过上一家人的生活 这才是生活的意义 即使点点想和他走 他也希望点点能够幸福 他们眼含热泪彼此相拥 发誓要做一辈子好朋友 即使天各一方 他们也会永远记住彼此 阿洛迎着夕阳回到了他自己的家 当妈妈看到他的时候 还以为是爸爸回来了 那不是爸爸 而是阿洛带着爸爸坚强的意志回来了 他们一家人相拥在一起 此时的阿洛也终于有资格在骨仓印上 自己的标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